蝦仁炒青瓜 大家好,今天跟大家分享一道蝦仁炒青瓜 相当简单易做,希望大家喜欢 记得看影片前就要订阅、分享、留言和按LIKE 好,马上去片 好了,这个幕内放了两汤匙的油 现在用大火,先把蝦仁炒煎 把蝦仁炒煎到40-50秒就可以了 好了,用50秒就把它翻转 第一面,你可能需要长时间 因为始终这锅的油温度是最热的 好了,翻转之后,这锅仁炒煎到40-50秒就够了 一开始一开始煎一下 好了,现在已经45分钟了 我现在把蝦仁炒起来 把蝦仁炒起来,转到中火 再加些洋葱 把蝦仁炒煎到40秒 把蝦仁炒煎到40秒 因为蝦仁炒煎熟的程度很容易 可以吃爽和腍的 如果想吃腍的,蝦仁炒煎到40秒 所以,把蝦仁炒煎到40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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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,待会把蝦仁炒煎到40秒 然后,把蝦仁炒煎到40秒 一分钟左右 然后,把蝦仁炒煎到40秒 待会要煎熟 所以,不需要煎熟 好了,现在炒煎熟了 差不多一分钟了 我现在煎熟了 再煎熟了 把蝦仁炒煎熟 都不用加油 只需要煎熟 把蝦仁炒煎熟 把蝦仁炒煎熟 然后把蝦仁炒煎熟 1茶匙糖 1茶匙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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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茶匙盐 2茶匙 加一些水 不要放太多 先放太多 现在盖上盖上盖 煮了2分钟 2分钟后再和大家继续 好了,2分钟后,把刚才葱的地方放入 然后把虾和洋葱回锅 然后就不停地翻炒,大约1分钟后就可以起锅了 差不多炒了1分钟后,再加一个芡浆 半茶匙的粟粉加2汤匙的水就可以了 这个粥不用太浓 因为最主要做一个薄薄的芡 把芡浆都弄好了 这个菜是相当容易做的,也相当好吃 因为有青瓜的爽甜 有虾的鲜甜 再加上洋葱的香味 再加上葱的香味 我觉得很吸引 OK,差不多了 那我帮你出来和大家继续讲 好了,这个简单易煮又好吃的 虾仁炒青瓜就完成了这个分享 希望大家喜欢 记得留意下一集继续 拜拜